欢莎 请进 你不请 我都进来 闻香而来 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所以Patrick 这个就是广东人的粽子 果真粽 果真粽 果然真的好粽 所以这个是它真的尺寸 还是你是为了我 你才做那么大 真的尺寸 而且还是比较小的 它可以更大的 我发现它的形状 跟其他的籍罐的那个粽子包的 都不一样 基本上是精致塔形 不然的话就是这一个枕头形 四角形 我觉得它主要的味道 是来自五香肉 还有那个咸蛋黄 所以以前的果真粽 就是靠这两样食材来 所谓的调味 是吧 传统的果真粽 它就是比较清淡 那传统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咸蛋黄的 那是我们自己当地人加下去 那这一盘呢 这个就是不同的吃法 广东赵庆那边吃法就是 裹那个蛋液 然后去煎香 外城 因为你沾了那个蛋酱 你要去煎 那个蛋本才有酥酥的感觉 好香 对 这个果真粽 真的很好吃 教我怎么做 好 太好了 走 好 要先从何做起 好 我们要先浸泡 糯米跟绿豆边 可以泡隔夜 还是六个小时以上 你要快的话 用那个热水去泡 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个已经腌制好了 什么调法 好 盐 糖 鸡精粉 然后搅拌了锅后 最后再加油 就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要先做什么 那我们就调绿豆 就盐 糖 糖 鸡精粉 鸡精粉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他的粽子 它是没有放绿豆的 因为传统做法 他们的肥猪肉的脂肪很厚 所以为了解腻 他们放很多绿豆 对 还有不同的那个口感的诚实 好 好了 那就倒肉的部分 它的主角是香粉 那就盐 加一点糖 因为我没有加味精 放糖的话就提味 对 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我就再加芝麻 它的作用就比较香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 就是给它入味就好了 煮叶 荷叶都准备好了 对 现在要开始煮了 来 请 好 这个已经煮过了 滚水煮大概五分钟 可以一直浸泡着 到你要用 了解 然后刷油 石油 那我们本地人是用煮叶跟荷叶 那当地的人就是用中叶 中叶 一个木质边 然后一个冬天的冬 本地也找不到 找不到 我觉得用荷叶来包一大好处 它有荷叶香 对 荷叶香 然后它的种子的这个竹叶香也是 那你那种当地人用的中叶的话 它就除了清香之外 还可以清热解毒 还有药效 对 我们这边买不到 然后现在就加猪肉 猪肉放在第三层 因为肥猪肉的肥油煮的时候 会流进去绿豆跟糯米 就会比较香 那锅后呢 大家都喜爱的 咸蛋黄 咸蛋黄一粒 在中间就再铺多一层绿豆 好 那最后再铺多一层糯米 其实你用的食材都很大众化 那这个就是平民百姓吃的东西 包对折 然后这个再折上去 这个包就很简单 所以果真重 重如其名 要把它裹得扎实 对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包 好像糯米这样 因为这个是屈原的特殊订阅 好 因为这个以前 据说了 我男朋友他要去考试 考试原 对 然后他的女朋友叫阿青 他就跟他包饭这样 然后蒸熟的 然后就跟阿果讲 阿果 你带上筋 可以慢慢吃一路上 然后他就裹青 广东话就裹千语 其实很像裹蒸 对 因为据说男朋友考得到 然后回去娶她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可能也叫 这个状元重 对不对 不然就定情重也可以 就是伴侣送给女朋友这样 一定被捞 一定 传统是用蒸的 可是蒸的话要十个小时以上 那我先走了 所以 当然有人做小时 为了你 家庭是 对 我们就用煮的 煮的话 它大概就两三个小时就OK了 而且它是受热很均匀 广东赵庆人吃果征颂的由来已久 说法各异 赵庆古称端舟 相传北宋包拯 派驻当地期间 为当地人排忧解难 人们感恩包拯的德政 用家中各种食材包裹成重 送给当时